好,大家这个下午好 那我们就开始今天下午的这个学研课程 今天实际上大家看到的情况就是指数的虚假繁荣 对吧 特别是上证指数 上证指数这一款虚假的繁荣 包括上证50指数吧 50指数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两个指数是属于虚假的繁荣 上证50指数涨了1.15%,对吧 然后呢 这个 这个就是上证指数呢 涨了0.28%,那么生成值 创业版,对吧 包括这个就是 整个的科创版都是跌的,对吧 但都是跌幅也是有限吧 所有的指数呢 反正就是不管是上证,对吧 然后这个生成值 还有那个创业版 再加上这个000688的这个科创版 都是处在这个五入境线之上 也就是说今天实际上 除了上证指数以外,对吧 就上证这个上证50以外 那么其他指数应该就是跟我的预判没什么区别 就是这个从昨天的强震荡 转变成今天的弱震荡 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那个 因为 因为今天大盘是分时是白线在上 一天都是白线在上 黄线在下 所以个股跌得很厉害 对吧 虽然北向资金流入了这个15个亿 然后两市成交呢 也是这个 万亿 一万多亿 对吧 10600亿 跟昨天差不多 昨天是10700亿吧 差不多 但是由于这个 实际上已经连续两天了 我们来看一下 实际上已经连续两天 大盘的分时白线在上 黄线在下 那我们对比昨天跟今天嘛 昨天呢还好一点 对吧 就这个两根线的这个收敛还好一点 但还是白线在上 今天你看 你一直是这个拉得非常的开 对吧 拉得非常的开 那么最能够体现这个 我们说市场赚钱效应的 无非就是那个 平均股价指数了 对吧 今天平均股价指数出现了下跌 但也是依然还维持在五日均线之上 五日均线的位置是 这个17.93 那今天最低达到17.94 对吧 但也是跌了百分之一点几 平均股价指数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微盘股 微盘股指数 就是很明显 对吧 微盘股指数跌了百分之三 这个 这个倒不是说 微盘股指数 为什么要跌百分之三 那前提条件是 整个市场今天的风格 是偏防守的 那么我来说一下 这个大概的原因啊 就大概的原因 只能是从个人的方向 去跟大家解读 那这个就是 最新的这种 就不是不是那个 因为我也是看这个时候 这个政府工作会议这个报告 对吧 那来做的一些这个解读吧 那么其实就是三个方面嘛 哪三个方面呢 第一个方面 就是我们讲了财政赤字 百分之三 今年的财政赤字百分之三 然后呢 今年的这个 就是 CPR 维持在百分之三 对吧 那么这两个 我就简单 就是我们就简单来讲了 对吧 有没有什么预期呢 就有没有什么超预期呢 没有超预期 而且呢 是相对来说 让市场感觉非常的这个 就是保守的 对吧 然后我们再来看GDP GDP 今年的GDP 啊 增速在百分之五左右 那这也是一个相当保守的 这个 就是 反正就是从整个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 我们能看到的这个数据上的一些 呃 这个规划也好 或者数据上的展望也好 是非常非常的保守 那如果 这个 场内的资本 看到如此保守的这个 呃 数据的这个展望 对吧 那么大家就知道 也就是说今年的 如果GDP只有百分之五左右 那可以可以左可以右嘛 对吧 那你要就知道经济的压力还是非常大的 啊 整个经济的压力非常大 给市场的感觉 或者说给市场的这个 就是 呃 直面 直面的这个感觉是什么 比如说给我的直面感觉就是什么 需求不足 啊 就这四个字 需求不足 因为需求如果说 呃 旺很旺的话 那么不管是CPI也好 啊 不管是那个GDP也好 肯定不是那么保守的 啊 肯定不是那么保守 所以在如此保守的情况下 因为整个经济其实 想要有很好的复苏 那肯定是 需求一定是要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提升的 对吧 如果需求不足的话 那就麻烦了 所以在反应在排面上就是什么呢 今天大家看到很清楚 也就是大盘分子白线在上 黄线在下 而且拉得非常的开 对吧 就是拉得非常的开 分子 那么我们再来看板块就比较清晰了 啊 我们再来看板块就比较清晰了 整个板块就是高股息率的品种 相对来说表现的比较好 那为什么高股息率的品种表现的好呢 因为高股息率的品种代表的是防守 它代表的是一种防守的态度 如果市场的资金是防守的态度 那就它本身就是对经济的预期会比较差 那上一节课我们跟大家讲过 指数在3050之下 今天虽然上升指数在最高达到3051点 对吧 指数在3050之下 大概需要有一个这个就是 正当盘整的过程 一方面呢 要等待两会 就是重要会议吧 就重要会议给出的这个 就是信号 对吧 是不是有一些 这个投资方向的信号 或者说是 就是我们讲 今天政府工作报告当中 能讲到的一些突出的亮点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其实就是本身 我觉得进入到上升指数 就是我们说的3000点的收复 对吧 我们来讲一下 3000点的收复 差不多就这里嘛 对吧 这里就是3000点嘛 就是3000点的收复 就这个地方 一月份 3000点的收复 它已经完成了 就是它又回到了这个去年一月份的这个正常的这个指数的区间 我们的A股经常是以3000点作为一个分水力 那么从3000点到3100点 它本身是需要震荡上升的 它的速率会降低 是震荡上升 另外一块呢 如果从3000 未来从3000 未来从3100到3200 对吧 昨天我说了 3100到3200 这个过程依然 依然是很艰难 为什么 第一个它会触发上方的套牢牌 本身从筹码角度上来讲 它会触发上方的套牢牌 那么它只有经过 这个我们说 震荡整理 消化了上方的套牢牌 从筹码的结构上 它才能做突破 这是一个 但这不是最主要的 最主要的就是 未来的经济的预期 就是我们讲了 当指数从3000 到3200这个过程 甚至于再往上走 3200到3300这个过程 它实际上需要有 这个要基本面走叠加 那么基本面是什么 就是我们讲的 国内经济的复苏 对吧 整个政策的这个倾向 还有一个是什么 最最关键 因为我们本身是炒的股票呀 股票代表的是什么 就二级市场的这些企业 那就是企业的吧 对吧 那很明显了 那就是企业的盈利 需要有改善 整个的行业或者板块 对吧 也要有复苏 如果这些都做不到 那很简单 就是因为你再要往上走 它就是要叠加基本面积 叠加企业的复苏 企业的盈利状况了 对吧 我们这个地方 昨天专门讲了 这个地方下来 它是可以做这个修复的 对吧 它只要有政策 有国家对这个进场 那么它就可以把这个 我们说超低的部分给修复 但是超低的部分修复了 完了以后 这个股市真正的这个 上涨的动力 肯定是来自于企业的盈利端的改善 那美股之所以能走长牛 你去看看美股那些高科技企业 英伟达微软啊 这个对吧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特斯拉等等 这些这个企业 哪家不是盈利有非常好的改善 对吧 或者说哪家不是这个 因为不断的这个盈利的增加 甚至回购自己公司 自己公司的股票 对吧 注销 能够给投资者带来的回报 所以其实指数也好 站在指数角度上来讲 站在板块 个股的角度上来讲 对吧 你不可能说 我们讲的 你不可能在一个 没有任何基础的情绪下 就是没有一个盈利基础的情绪下 这个股价能够有非常好的上涨 那有的时候有人说 那我炒的是预期啊 我炒的是这个 对未来的这个展望呀 对啊 可以呀 但不管怎么样 你对未来的展望 它也是要建立在一个 就是我们讲的叫 企业盈利的基础上呀 比如说现在炒什么 AR手机啊 ARPC啊 对吧 甚至于朝SORA概念啊 朝光模块啊 光通讯啊 算力啊 它都是基于说 未来AR的这个不断的突破 不断的发展 整个社会对AR的需求 不断的提升 比如说AR手机 如果今天是AR手机的原因 大家都去换一部AR手机的话 那毫无疑问 对于这些手机的厂商来讲 对吧 它只是说 现在炒到AR这个概念 那公司还是这些公司呀 对吧 像欧飞光啊之类的 还是这些公司呀 那这里的公司 它就肯定受益了 对吧 如果AR手机 整体的销量 非常的好 大家就愿意换 因为过去几年 其实在智能手机端 它没有什么 更多的技术突破 那如果说叠加了AR这个 我们讲的叫做 很明显的 就是场景的突破吧 或者说是 功能性的这个增加 对吧 增加了一下功能 就手机增加了一下AR的功能 那大家就愿意为此买单吗 那你想想看 如果迎来比较大的AR换机潮的话 那跟手机相关联的 或者说跟整个AR手机相关联的 A股企业 是不是它的盈利就会 出现变化 对吧 就是我们讲的 它的业绩会有很大的增长 那业绩的增长 就带来了什么 整个行业的复苏 那行业的复苏 它还要分上游中游下游 对吧 那这个时候 大家很清楚的知道 如果消费电子这边复苏了 就消费电子产业链复苏了 那它的直接的上游 就影射的上游是什么 半导体嘛 对吧 半导体性变化行业 也会跟着一起复苏 所以他们是一体的 也是共存共荣的关系 所以这些东西实际上 你不要看 好像你现在 这些股票涨的都涨到天上去了 这个或者说是涨了很多了 那也没什么业绩 业绩是对未来的预期 对吧 所以今天实际上 为什么我说市场本身 轮动的很快板块 然后呢 好像是指数是 没啥这个问题 对吧 就我们讲的叫指数的繁荣 没有掩盖住 个股的这个就是颓势 主要原因就是 我们刚刚跟大家解读了 对吧 从政府工作会议这个报告章来讲 我们没有看到 任何超预期的地方 然后反正就整体 就两个字保守 对吧 保守 然后呢 从这个市场的情况来讲 就是需求的不足 需求的不足 它并不是说供应端的不足 而是需求端的不足 所以这是市场今天 给出的一个防守型的信号 防守型的信号 所以这是 我们说的是比较关键的 那么然后就说一下 我自己的 就是感觉啊 所以我们讲过 A股有个习惯 叫一年之际在雨晨 所以每一年可能A股 都是春季的行情相对 会好一点 一方面呢 我觉得从资金面的层面上来讲 对啊 资金的情况下来讲 这个一般 就是一季度的资金 会相对来说是 这个比较充裕的 对吧 因为A股是一个 流动性溢价极高的市场 所以所谓的流动性溢价 就代表着要有钱 所以你看现在还是万亿的市场 那么万亿的市场呢 就没什么问题 为什么说没有问题 因为它承接比较好 虽然今天是跌了 那跌了也有人买啊 对吧 跌了有人买的话 那就是后面 呃 承接了筹码的 就是想往上做 就这么简单 对吧 至少这些钱没走 万亿钱没走 这里面 这个万亿其实是还是 我觉得 有比较好的这种 就是后面的上升预期的 毕竟现在的量化 就整个量化 因为DM策略 这个去杠杆的问题 对吧 就是两倍四倍 这种杠杆应该是 不断的在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就控制 新的没有了 老的在去杠杆 那么也就导致什么呢 今天你们看到的 这个万亿的 不是今天吗 就是最近你们所看到的 整个的万亿级别的市场 其实量化是萎缩的 好 跟大家说一下 量化其实是萎缩的 它没有像去年 那么的疯狂 对吧 很多有的量化已经清盘了 据我知道啊 反正有的量化已经清盘了 对吧 有的呢 因为还在这个 卸杠杆的过程 对吧 那还有一些呢 可能因为交易端的一些 这个指导 对吧 昨天我们也看到了 这个二十八家头部的量化 这个统一的沟通 所以 现在我们看到 整个市场万亿成交量 跟之前 跟去年还是不太一样的 因为去年的量化 是很厉害的 对吧 就是量化在里面 日贡献的这个成交量 非常大 那今年他们肯定是 比去年来的少 所以这万亿的 成交量 还有 不少的增量 是来自于非量化 非量化 那么A股 其实挺有意思的 昨天正好 就是 我去做节目嘛 对吧 路上还有人问我 说 这个看到什么 就是显置五百亿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要进场了 对吧 显置的五百亿 然后呢 又看到什么 上这个 上证的 上证五零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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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TF 对吧 ETF 就是那个 中证五十的 五零的ETF 这个 感觉好像是外面 就感觉自己就是不买 不买不行了 他们要进来买了 其实 反正 我说过了 我们都是老学员了 对吧 就不要 这么激动 你能看到的所有的公开信息 都是别人想让你看到的 我再说一遍这句话 对吧 不要老是记不住 你能看到的所有的信息 都是别人想让你看到的 四个人都能看见的东西 不值钱 再说一下不值钱 不值钱的 那么每次当你看到 这个东西很激动的时候 人家也是进来要赚钱的 对吧 显示进来也要赚钱的 所以呢 你说 人家准备进来了 市场要调整正常了 很正常 不调都不行 对吧 特别是个股 不调都不行 不调都不行 那么 大家可能也知道 我昨天专门说了 对吧 除了今天我觉得 就是成交量 整体蛮好的 其他没有什么 我都预判对的 你 你如果说那你指数不是看错了 你不是说落震荡吗 对吧 这就是落震荡呀 上证这边是因为强拉了权重呀 他早上也回的呀 对吧 然后下午时强拉了指数呀 强拉指数干嘛呢 一方面我就说了吗 因为防守型的资金呀 现在因为成交量有万亿嘛 对吧 那很多资金 短期又去做防守了 防守 另外一块呢 现在是什么 重要会议期间也有维稳呀 所以它就是个落震荡 对吧 但是你要知道 个股跌的稀里滑了 今天我们来看看个股 对吧 4300多只股票是跌的 再搞一下 我觉得明天如果是早上还能搞一下的话 那今天实际上是个买点 因为跌下来肯定是能买的 但是我中午的时候也说了 对吧 包括做语音的时候也说 我让大家就是别冲动 就是直接说哈 别冲动直接说哈 就是分批满 今天满 因为有的股票可能今天就差不多了 有的股票有可能明天还要关心啥 对吧 还要回的 甚至于说板块个股还不投 那今天我们看到很多AI的票 下午都是回落的 下午都是回落的 对吧 那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软通动力 对吧 软通动力 他是作为什么 作为是这个 高薪发展的部长 因为我之前说了 因为软通动力还没创新高 他也是奔着这个方向去的 今天就 时间就差了三毛钱 对吧 那么你就 你就很清楚了 你看看 下午冲高 九个多点 到收盘只有两个多点 因为他本事是部长 那么像这种票 也有可能明天就要调了 对吧 这个是应该是这天跟大家分享 对吧 就是这个周末的时候 跟大家分享 昨天也是涨的 今天也是涨的 对吧 那如果你做的好 两天就完美之十 这个我觉得 就没啥的 对吧 那就是这种都是 就实际上就是名牌 就是名牌 对吧 那么当你看到 当然这其中是一支股票 对吧 还有很多股票 对吧 还有很多股票 对吧 有的什么掌停板都打开了 对吧 就注意说很多 很多的票 那么 AR方向因为连续漏了几天了 对吧 很多 甚至于有些大市值的票 那明天如果出现了 付反馈 那大家就知道了 明天可能情绪上还要砸一下 对吧 情绪上还要砸一下 所以呢 所以交易的话 就是从交易段来讲 那你就是分批吧 我觉得分批相对比较可 这个靠谱 对吧 那就分批去买 那这个地方买肯定是没啥问题的 买是没什么问题的 你低息肯定没问题 震荡时你肯定是低息为主 你不要去追高就行了 对吧 不要涨的时候 你这个这个我们说 头脑发热去追 这个都没事 都没事 因为为什么反弹没有结束 我们说了吗 在三千零五十点之下 夯时需要筹码的交换 夯时震荡 对吧 那么以便最后 也不是最后 以便后面 能够上去 突破三千一百点 那么 昨天也跟大家讲了 对吧 昨天也跟大家讲了 如果你看 如果你看周线 你就知道了 对吧 我专门说了 本周是震荡 下周应该还有 还要涨 三千一百点 主要突破的 对吧 春季行情就在于此 那么到了 这个这个就是 第六周 对吧 这个本周是第四周 到了第六周 可能要出转折的 要出转折 就是我们要预防着 月末效应 三月份的月末效应 所以现在来讲 就是应该这么说吧 指数刚刚过了三千点 是没什么风险的 就指数层面上 是没什么风险的 那对应的就是什么呢 你就要看成交量 成交量的情况 成交量如果杂万亿 也没啥风险 对吧 那跌下去去满 再怎么满 就赚点差价 也能赚到 什么时候成交量 到九千亿之下了 你就知道风险要来了 那我怎么知道 昨天 我怎么判断 昨天去判断 今天情绪还要下降 这个甚至于说 这个 整个的这个就是 市场 对吧 就是偏调整的 那就很简单呀 对吧 我昨天专门写了呀 专门写了呀 写了什么 昨天看看 科创班指数 昨天只有707亿的量了 量说的很厉害 连续缩量 你看到吗 那这个就麻烦了 就代表什么 因为科创班本身 是个先行的板块 不是说 它是个先行的植物 它在这里的时候 它出现过 羊包音的加速的 大家看到没有 就长得很厉害的 如果它先出现了缩量 就代表着什么 就是那个弹性最高的东西 长不动了 那如果弹性最高的东西 长不动了 那么市场就会进入到防守 对吧 那如果进入到防守 有可能轮动的就是 高股系列的东西 所以你看我早上也写了 对吧 有可能银行什么的 也会来 因为他们昨天调整的嘛 对吧 包括金融 我们今天早上 你们去看我的照片 都写的吧 应该是的 对吧 然后还是板块的轮动 所以指数不排除 只有他们来点 确实就是这样的 但是因为这个 就是高弹性的这个指数 出现了上涨乏力 所以在这个地方 它需要有修整 很正常 所以今天大家看到 就是修整 今天的成交量 这个700亿都不到了 这695亿了 对吧 那你要让它涨 怎么涨 所以很多时候 就你能 你能提前发现 你是能提前发现 市场的疲态的 对吧 那这些东西 如果你能提前发现 你不就是规避掉 很多不必要的亏损吗 对吧 有些什么 非主线板块的东西 那就该扔得扔一点呀 对吧 那跌下来再买嘛 也没事的呀 所以从这个方面上来讲 大家要学会 就是保护自己的 这个仓位 对吧 甚至于保护一些反弹的利润 都没啥问题的 都没啥问题的 好吧 所以 你要问我 对吧 就是今天有人问 以后不要再问这种 这种 这种问题了 因为我跟大家说一下 我不是神 你要让我什么判断 一个全年的高点 今年最低点在哪里 最高点在哪里 我怎么知道 我不知道的 你问村长 他都不知道 更不要说问我了 对吧 我怎么知道 因为A股的复杂性 远远在你的想象之外 对吧 就像我能知道 去年没有跨年行情 我也知道会调 但我也不知道 能跌到2635万 因为他这个过程 在下跌的过程当中 风险被 无穷的释放了 为什么 那雪球被敲入了 龙字盘爆掉了 对吧 最后央集到了什么 央集到了这个量化 被清掉了 对吧 那量化为什么会出清 因为有干预 DM策略不能用了 对吧 你的杠杆向益不能用了 但是当你的行动手段 上去的时候 它就会造成超跌或超涨 这个事情是我没有办法判断的 谁都没有办法判断 对吧 你随便找一个什么人来 我已经够牛逼的了 说句实在话 对吧 很多短线的一些 不是短期 就短期的一些节奏 我都帮大家规避了 因为这个东西我能看 对吧 能看我就说 你说一年 谁能保证呀 所以我为什么说 昨天跟大家讲 从3000到31001 从30001到3200 这个过程 没那么容易的 因为为什么 一方面就技术性的 这个套脑盘 第二方面 各方面面的 这个就是我们想 政策的一些预期 对吧 海外市场的干扰 那么再往上 比如到了 到了这个 3200点以上了 那完全就是要看 企业的基本面 盈利情况 所以一季报 在一季报要四月份 对吧 在没出一季报之前 那市场可能就是个 朦胧期 反正能做 有成交量 大家就做 对吧 有成交量 然后市场有热点 或者说市场有些 这个预期 就像最近的 这个AI的 整体的预期 对吧 那就做 没事 那么如果 到了一季报 它一季报出完以后 其实就是对整个 因为A股 它包含了很多的行业 各种各样的行业 那么这些行业 其实就是交答卷了嘛 今年的第一份答卷了 如果第一份答卷 交出来很差的话 你觉得全年能 好到哪里去吗 好不到哪里去 还有一个 定调这个东西 是可以定的 对吧 因为如果你看指数 如果各大指数 随便啊 我们就拿生成子来讲吧 生成子的周线 这是生成子的周线 这是生成子的月线 你告诉我 今年怎么扭起来 扭不起来的呀 今年就是 整体修复 走出底部的一年 这才是关键 对吧 所以如果今年能够把这些周线啊 对吧 这个我们说 技术上的均线修复 均线修复不就是走出底部 要盘出底部吗 那才能为明年的行情 打下一个比较好的基础 所以也就是说 今年要什么 想办法扭转空头 明年才能够变成多头 它是个过程 这个过程谁都省略不了的 就像你 你生病了 对吧 生病了以后 你肯定要卧床休息吧 你要吃药吧 甚至要打针吧 对吧 那你这个过程省略不了的呀 你只有经历过这个过程 你才能完全的康复 那你康复了以后 康复是需要时间的呀 康复了以后 你才能像以前一样 剑步如飞 你才能去这个 跟其他正常人一样 对吧 该吃吃该玩玩 所以它就是个 时间的累积 谁都不能跨越这个时间的 那你现在看看这个样子 怎么可能今年是牛市呢 大牛市呢 不会的呀 对吧 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 政府给出的数据预期 其实也是很保守 保守的 不也一样吗 就是要稳嘛 先稳呀 稳住呀 稳住以后才能够 这个有发展呀 对吧 有突破呀 所以那你知道了 这个就行了 你别被这个就是 你不要被这三周的上涨 迷惑了呀 这个三周的上涨 是为了修复它的超跌呀 不可能每一周的行情 都像前面几周的行情一样 每个月都是这样 每个月这样的话 你今年涨到五千点去了 对吧 不会的呀 怎么可能呢 所以这些东西就是 就是作为一个 就以后别再问 这种小白的问题了 对吧 就已经跟大家说过了 这个情况 那我们也就是 在 普涨反弹阶段 我其实什么都没跟大家讲 也不说什么板块个股 为什么 没什么好说的 因为差不多的 对吧 你手里有股票的 就是涨得多一点 涨得少一点 涨得快一点 涨得慢一点 回血都有的 但是进入到现在这个层面 就三千点以上了 就要开始跟大家讲 对吧 长线我们讲过长线 长线就是很多都是在 三脚下 在谷底 那你就知道了 在谷底 但谷底 从谷底爬出来 没那么快的呀 对吧 不可能它是V型反转的 所以要你回头看 才能知道谷底的 那么这是中长线的东西 那么短期呢 就是你抓紧一季度的 这个所谓的业绩控装器 跟着市场的主线做 跟着市场的资金做 对吧 现在开始就是你看到 本周就是一个分化市场 就分化的很厉害 如果你本身不在AR 不在这个泛科技里面的 一些消费类的科技里面的 对吧 或者说是 就就是类似什么 上升趋势当中的一些 这个传播啊之类的 就小范围的 那你你也是赚不到什么钱 对吧 甚至你仓位控制的不好 反弹的利润还会被差掉 就这么回事 啊就这么回事 好吧 所以 当你知道了这些东西 你就你就明白了 后面的指数 哪怕是向上 它的过程会很复杂 那么 普涨行情结束以后 就是分化 分化完了以后 就是结构性的行情 那现在结构性的行情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给大家看一下 这今天的对吧 今天排名前十的里面 出现了茅台 出现了茅台 昨天是没有的 对吧 就成交榜的排名 出现了茅台 贵州茅台 出现了贵州茅台 那你有人说 那这个时候好现象 是这个不好的现象呢 因为贵州茅台 它虽然代表的是白酒 但它同时也代表着 高分红的板块 个股 茅台每年分红很厉害的 对吧 茅台的分红非常的牛逼 但为什么很多人感觉不到茅台 是好像也没分过多少钱 是因为茅台的股价很贵 因为当股价很贵的时候 它等于说就是分红这块 就就我们讲的叫做股息率 这块就被忽略掉了 或者它稀释了股息率 对吧 那银行因为价格比较便宜 所以5%的股息率 你觉得挺高的 对吧 是这个道理吧 那今天 这个涨幅榜上的10家 多了茅台 其他基本都没变 对吧 赛利斯也还是在里面的 那么剩下的8家是什么呢 全部来自于科技企业 对吧 就是我们讲的科技股 但是今天的这10家 跟昨天的10家的 技术含量不一样 昨天是8家涨 2家跌 今天是5家涨 5家跌 而且同时里面有加茅台 也就是说今天 从科技股大票的 整体情况来讲 中科曙光啊 浪潮信息啊 对吧 整个大票的情况来讲 表现不尽能力 包括中心通讯 对吧 都是大票 还有什么 终极续唱 终极续唱今天是冲高回落 你看这么长上一些 那么这些票 今天本身表现的不尽如意 包括这个工业互联啊 对吧 差点涨停 砸下来的 那么就这一类的 对吧 然后高新发展呢 这个版也封得非常勉强 封得非常的勉强 看到吗 很勉强的 这个版 封得很勉强 那么介于 今天整个涨幅榜 就是不涨幅 就是成交榜的前10名 对吧 而且成交榜 大家会看到 今天没有一家 是突破百亿的 之前中科曙光啊 浪潮信息啊 都有百亿的这种成交 就没有突破百亿的 说明什么 就是 还是追捧的资金 就是少了 对吧 或者说大家变谨慎了 因为你位置比较高 就变谨慎了 那么这种情况下 在 这个成交榜上的前10名 我们看到现在科技股的整体是 跌的多 涨的少 那么这个 短期来讲 就有可能会出现 就是 大票的 就是我们讲的 容量票的 进一步的 回产 那如果容量票 进一步的回产 你就知道 有 整个科技板块 就会出现什么 这个 正常的回产 也会出现 这种 因为涨多了嘛 包括AR 这个 AR方向的 这个 这个 液冷服务器 CPU 对吧 就是 然后这个 光通讯啊 等等这些东西 对吧 都会 都会 有这种 就是 整体的 要修整一下的预期 就是要回一回 对吧 主动回一回 然后呢 我们看到 今天看的比较多的 都是后排的部长 后排的部长 像卵通就是部长 然后呢 你们也看到 剑桥的部长 对吧 但是部长 上去 你看都是 充 卖充了以后就下来 那说明什么呢 就是他们就是部长 那 部长的这些东西 如果说 卖充下来 那 明天 所以 为什么说明天 这个 上午的话 这边明天上午 整个来讲 就是 AR 回首的这种 泛科技 应该还会 有个 有些负反馈的东西 对吧 还是会有些 负反馈的东西 或者说 至少还要 往下探一探 还要往下探一探 对吧 那么 然后我们还是要盯这些 就是我们说 权重类的东西 如果能起往 那就最好 像今天 其实很明显的 比如说 这个 芯片类的这些东西 对吧 比如上江高科 重高回落 寒武纪 重高回落 你看 非常明显 长一些 上一线非常的长 上一线非常的长 那么 就是 这一类的 个股都出现了 这种情况 然后呢 我们也看到了 这个就是 本 这是趋势票 或者大票的 一些这个 就是我们说 大票 趋势票的一些 这个走势 出现了什么 就是反复 或者说 出现了这种 叫说 短期 有点涨不动了 对吧 那么 在情绪端呢 我们也看到 大家再来看一下 情绪端 情绪端 像什么 神石积电啊 这种对吧 就是昨天跌停 今天继续跌停 那么大翼龙啊 这种对吧 那都是 你看 断板了以后就跌 然后还有 这个 这个康胜 这种对吧 就是 昨天还是涨停 今天就直接 平开 扎跌停 对吧 四川经理 都这种 四川经理 然后还有什么 这是夜冷的 欧陆通 对吧 夜冷的欧陆通 昨天天线宝宝 放大量 那今天也下去了 是吧 那么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是我们看到 其实就是 连板票 做得不好 也是一样 我们像昨天 这种孩子王啊 之类的 对吧 就是潜伏盘的 你看拉完以后 今天就直接抵开了 就是 会议 重要会议的 这种潜伏盘 对吧 当然啊 也有好的 也有好的现象 哪些好的现象呢 给大家说一下 东方金工 今天是什么 典型的落转墙 涨停板 就是断板板保 断板板保 而且信号很明显 对吧 但今天的成交量 非常的大 那我们明天要看的是什么 就是东方金工 这一类的票 对吧 东方金工 因为他们是属于情绪流的 如果说明天这个趋势流的 继续调整 那么由市场 它肯定是两种风格的 不断的切 今天呢 反正这个高股叙率的 已经表现过了 对吧 他把指数顶了 那么我觉得高股叙率的东西 反正就是 也不可能连续像前面 结钱这种 就是极端的市场 他连续的逼空 应该不会 应该不会 他更多的就是维稳 那明天就是实际上 就是看东方金工 这种票 对吧 因为今天换手非常大 40%的换手 因为他的盘子也不小的 就这个将近10个亿 都流通盘了 对吧 那么 如果能够给今天的人 就进场的人 还有溢价的话 那么毫无疑问 那明天情绪流的东西 也就是说 短期可能一些 10厘米的票 跌的多的 那有可能 又会板摊 或者说 明天 偏小盘的东西 就偏中小盘的东西 可能明天的这个走势 要比大票好 大票分两种 第一种大票 就是来自于AR里面 对吧 这个 就是我们说 整个AR方向的 包括这个 半导体的一些大票 对吧 那么 这些大票 因为之前走的趋势 那如果说趋势短期 它需要修整一下的话 那么明天大票整体 AR方向 我觉得明天的大票 是需要 还要修一下 那么 还有一块 就是来自于什么 跟指数正相关的 就是红利 指红利板块 对吧 就是我们讲的 高股息率板块 那么这两块 其实 反正 这两块 都是比较赤资金的 比较赤资金的 那么如果说 明天 这个 就是偏题材方向的 大票调整 那当然 小票就有机会了 所以明天 我觉得 从情绪端来讲 不会比今天差 但指数不好说 对吧 情绪端 那很多小票 这个 因为 从现在市场的 成交量上来讲 也就是说 如果你大票 不动 那这点成交量 去短小票的话 那肯定小票 不会差的 对吧 就是偏小的这些 你也不能光看 什么微盘股指数 跌了 就是我说的 就同一个板块里面 对吧 包括今天有些股票 不是后排的股涨吗 那么 明天也有可能 AR里面的这些小票 也会动 也会动 对吧 那么今天 比如说像 东方金工啊 这类的里面的一些资金 其实他做的就是这个预期 对吧 就是 明天可能题材 偏题材的一些东西 那偏题材 就是偏情绪的一些东西 对吧 就偏 连百情绪的这些东西 如果明天能够接一下 对吧 因为明天 大票这个东西 趋势的 可能要调一下 那么 这个就是一个先行指标 那明天很多可能 今天跌的一些小票之类的 他本来能期问 好 这是东方金工 还有一个是什么 会员通讯 大家可以看一下 对吧 今天也是的 断板翻包 最终还是账帖 所以像这种票 大家记得 就是会员通讯 这个东方金工 这类的票 这个没有 就是没有什么 明天还是正向反馈的 就给今天进场的人 能够顺利出来 或者说甚至于 还能够收红盘的 对吧 能够给溢价的 那就很好 那就很好 对吧 那么 这个叫什么 算力这块 因为它这个是重组的 对吧 不是重组 就是准备这个资产 资产注入的 对吧 就是进入到这个算力这块 算力安纳尔今天是 一支板打开以后的放量 对吧 换手 这个换手还是健康的 百分之一换手 那么算力这块 其实就是看两个 弹性就是看安纳尔 趋势就是看这个这个高新发展 就这两个 对吧 就看这两个 然后整个AR行业呢 海外的影射就是看什么 就看英伟达 英伟达现在高歌猛进 那AR就没问题 国内的AR就没问题 如果AR的海外巨头英伟达 因为等于说都是英伟达这些来带嘛 人家是这个AR的这个全球的风向标 对吧 如果英伟达短期出现了这个股价的这个调整 国内的AR板块 这些趋势票 就是这些这个 市值比较大的龙头趋势票 他也会做相应的调整 因为他们实际上也是跟着涨的 就是跟着英伟达仗 他们叫做中国版的英伟达 对吧 就跟着涨的 那么弹性这块 其实就是看安纳尔 如果安纳尔 安纳尔是小票嘛 对吧 所以安纳尔如果明天继续加速 那么也就是说 从这个算力这块 包括CPU这块 可能这个小的东西 就是小票 他也容易跟 对吧 而且大票有可能休息一下 小票就上来 所以这两个个股是不一样的 就整个这两个个股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这个要跟大家说一下 然后呢 这个手机 对吧 就是我们讲的AR手机 AR手机主要就是看福龙科技 福龙科技早上我看的是 19亿的封单 那基本上就知道了 AR手机今天没啥问题的 对吧 那明天也是看它 弹性肯定是看它 如果它的封单减小 比如明天早上开盘的时候 就集合进去你看 封单只有两三个亿了 那明天它就要开盘了 对吧 就要开盘了 所以那个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四权兴材 那么四权兴材 主导的就是趋势 主导趋势 那么 如果福龙 中开摆了 那我觉得四权 这个对 四权兴材 它也会做相应的这个 回彩 或者说 它也会有正当 回彩的需求 那AR手机 跟大家说一下 AR手机这个 肯定中期还是看好的 对吧 现在实际上 我们能看到的 包括三星的这个 手机 对吧 它也是推出的是 AR的手机 但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 那个叫做 AR手机的这个 就有点像 大家可能 知道前两年的新能源车 然后不断的有渗透率 谁谁谁 对吧 阿比亚迪出货量是多少 这个 理想小鹏 蔚来出货量是多少 特斯拉的出货量多少 整个新能源的这个情况 对吧 它有一些数据 做加持 那目前来讲呢 AR手机这块是最 最快能够实现 实现什么 叫消费复苏的 而且它很快就会面世的 这个就有点像 去年炒华为 这个 这个 就是华为的那个 5G手机一样的 对吧 那么 炒 华为的手机的时候 当时实际上也是一样 就大家看着数据 这个超预期 对吧 订单超预期 大家还买不到 就是要预定 那么AR手机也是一样的 AR手机如果能够 掀起这个叫做换机炒 那么AR手机 这个中线的 这个地位就 确立了 它同时也会带动半导体 同时也会带动半导体 所以AR手机这一块 包括ARPC这一块 我们都可以把它当做一个什么呢 就当做一个中线 但短期呢 有点高 短期我跟大家说一下 短期 就短期的话 肯定有点高 不排除 明天要回一会儿 因为明天你可是 你肯定要去看 福隆科技嘛 对吧 如果它的风单小了 那就 这个有 就是主动回踩的预期 那回调是最好的 对吧 回调就是给你上车的机会 对吧 或者说你做中线的人就等一等 这个回调 或者不能说做中线吧 就做二波的人 对吧 就等一等 那么最近黄金的这个 这个就是什么 黄金这个期货 涨得很厉害 对吧 海外 那么黄金这个东西呢 其实是偏防守的 所以黄金也不适合最高 黄金只是说 每次你觉得 比如说市场也调整了 涨了多了 对吧 那么你可以去 黄金在这个调的时候 你去给DC 然后潜伏 等它拉的时候扔掉 对吧 但你要指望什么黄金 黄金概念走成像这个AR主题 不可能 百分之百不可能 它们本身不是同向的东西 不是同向的东西 好吧 那么明天应该 今天板块的轮动 大家都看到非常的快 各种各样的轮动 所以轮动是不能追的 那明天也是一样 我觉得明天板块 可能还是个轮动的结构 结构 还是个轮动结构 本周我觉得 至少前三天吧 肯定是个轮动的结构 到了周四周五 我们才能看出 或者说看出一些市场的锚 就市场到底是以什么为锚 对吧 为后面的进攻做准备 就是为后面的 所有的为进攻 后面的进攻做准备 就是 上证 比如说以上证指数来讲 就 后面用什么锚来突破 三千一百里 那这个锚呢 不只是说 是这个权重的板块 而是更重要的这个锚 就是市场的主线地位的确立 对吧 比如说 ARPC啊 AR这个手机啊 对吧 包括什么 这个 就是那个叫什么 呃 文森三地啊 这种概念 对吧 就是文森三地 就影射 就是娱乐产媚嘛 这就是娱乐产媚 这些东西吧 对吧 是不是还是卷土重来 如果是 那就是这个锚 就被定下来了 那么这个锚 定下来以后 他们还会带着市场 继续往前冲的 啊 这是这个 就是我们给这个市场明天的定义 啊 市场明天的定义 所以呃 其他的一些东西 就是现在 等于说 每天都有20%厂的票 对吧 像是这个这个呃 农联科技 最近的这个农联科技 其实也是炒的就是 也是一样的 就是 虽然它是这个 这个鸿蒙概念 但实际上它本身也是跟 AR相关联的 啊 AR相关联的 所以呃 每天都会 啊 就是就是每天都会有这种 20厘米的票 20厘米的票呢 它的趋势走势呢 也是跟成交量有一定的关系的 就市场整体要有 好的成交量 再加上有板块的 加持 啊 就是 非常不错的 这个20厘米 走趋势的一个大的环境 啊 就大的环境 好吧 那么呃 其他的一些可能就是像 有一些元器件 就消费电子啊 元器件这种 那么这个啊 充电电子啊 等等啊 这一类后面可能还有其他的 对吧 那么呃 都是属于消费电子属性的 所以消费电子属性的后面还会迎来 更 就是如果AR手机这段 能够保持强势的话 那整体来讲 它后面跟这个手机端相关联的 跟呃 这个元器件相关联的很多的 各股都会鼓涨 对吧 那么像 啊 标注股份今天也是一个 对吧 就前面 连续两个跌停嘛 今天也是一个什么 就是 这个落转强 那么这种票 就是 起来了以后 对吧 这种票起来了以后 它这个也算是 新智生产力的票 就这种 这种票起来了以后 那么 呃 其实就是对于弹性票的 明天的一个预期 啊 弹性票的一个预期 还有一个呢 就是 克兰基电 对吧 因为作为新智生产力的 之前的龙头票 那这两天走的 其实还行 走的还行 那么也就是说 如果明天 克兰 能够更上一层楼 或者克兰 打个板的话 那就是 大家知道了 就是 纯 这种叫情绪 纯情绪的这种博弈 明天可能会占上风 就是我们讲的 弹性票的博弈 明天可能会占上风 就你单点题材 那可能就弹性票 会变得更好 然后明天可能 处在下风的是什么 趋势票 那么整个明天 其实就是我们要观察的盘面 就是一个是 情绪是不是出现了 回暖 对吧 整整体的风格 是不是短期里面 会有一些变化 这是明天 我们要去观察的 但因为在 还有一个就是 明天不能量 不能说的很多 就整体如果量没问题的话 那我跟大家说一下 情绪流 不会有什么太好的 这种持续性 反过来是什么呢 趋势流 调整反而是机会 就这是成交量决定 对吧 因为成交量大了以后 它一定是能容纳更多的资金 那容纳更多的资金 那你要想 大票的优势 就远远好于小票 因为你想我举个例子 你拿一千万去打个板 你拿一千万去打个板 你得冒风险吧 对吧 那你不如什么 拿一个月去做一个 容量票的DC 你能拿到的利润 原来不会比 一千万去打个板少 对吧 这是从大的资金上 要去考虑的 而不是我们 比如说我们买来买去 可能买一两万股 对吧 这个其实是无所谓的 你买小盘买大盘 其实是一样的 一样的 但是站在市场的角度上来讲 就是成交量 的这个整体的这个 就是我们讲的 叫市场的流动性 决定了什么 哪个方向的溢价 会更高一点 或者说哪个方向的趋势 会走得更平稳 那么大家反正知道了 只要有成交量在 那一定是什么 偏大票 偏容量票 是有趋势行情 好吧 那 我们今天看到的情况 就是如果 最后我们总结一下 在板块层面上 今天我们看到的情况 就是高股息率出来 定制数 对吧 走到最后最强的 依然是来自于 AI端的 天涯方向的 对吧 就是今天 即使调整了 剩下的 能够在市场上 保持一定活跃度 或者还行的 对吧 就是不管怎么样吧 你说板块也有内部分化 比如CPU也有内部分化 对吧 CPU也有内部分化 但是至少 他们还是比较强的 对吧 那些高标的东西 那不是那个 龙头的票还是很强的 对吧 这里面还是很强 所以呢 整个来讲 市场虽然处在一个 调整的过程当中 今天就是大部分的 各板块都调整 但是主线地位 还是比较明确 既然主线地位 比较明确 那么市场资金 认可这个主线 对吧 因为调的时候 别人都在调 而且你们还 就是主线调的少 那么一旦反击的话 只要市场成交量 不萎缩 就是不少 那么还是这些票 能够占有 好吧 所以你知道了 你要去低息的话 往哪个方向 那今天我们就 跟大家聊这么多 好吧